他们是战士们最忠诚的伙伴 是百姓们受难时的解救能手 也是让犯罪嫌疑人文风丧胆的厉害角色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机智勇敢 本期龙广天地带您走进公安部官民警犬基地 探访公民警犬是怎样养成的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在人类发展史中 狗作为人类的伙伴已经存在了上万年 在人类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狗的社会使命也发生了改变 除了陪伴 人们发现狗的某一些生理特点 一旦加以培养和训练 就能使其担负起更为重要的社会角色 我们所熟知的警犬就是如此 他来自神奇的云归高原 他有着狼的血统 也有着犬的忠诚 他令罪犯文风丧胆 他是战士最忠诚的伙伴 他就是昆明犬 初夏的早晨 阳光铺满了昆明警犬训练基地 在偌大的训练场上 犬吠声和口令声打破这里的宁静 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 作为中国四大警犬基地之一 被称为中国昆明犬的摇篮 警犬是战士们最忠诚的伙伴 他与人类结下了不解之缘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走进警犬大家族 昆明犬世界 作为警犬的昆明犬 主要用于刑事侦查 缉毒 搜报 地震救援等工作 在维护社会治安 侦破大案要案和救灾抢险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昆明犬属于中等天大行犬 从毛色上看 可以分为狼青品系 草黄品系 黑背品系三个品系 那么这个黑背呢 它主要的特征呢是 背毛是黑色的 然后腹部是黄褐色的 它的最明显的特征是 脸部有蝴蝶斑 它这个体型呢 稍大 性格凶猛 主要是应用于这个治安繁范 狼青呢 它口纹部呢 显得稍微细长一些 耳致呢显得稍微窄一些 然后呢 它的眼睛的 这个红膜的颜色呢 是深褐色的 这个草黄呢 它是建于 黑背于这个狼青之间 它性格呢 比较沉稳 那么适合于这个 这个鉴别 还有这个 气味之中 在犬的世界里 一只犬的寿命 一半为10到15年 它们的一岁 相当于人们的七岁 昆明犬一岁半 就进入到成年犬阶段了 成年公犬的标准体高 可以达到65至70厘米 体重可以达到35至42千克 一只成年母犬的标准体高为 60至65厘米 体重可以达到32至38千克 在昆明井犬基地里 每头犬都有自己的档案 它们的姓名 出生日期 血统等都被详细记录 据井犬基地的老师介绍 公犬11到14个月龄 就进入了初情期 出自配种的年龄 为24月龄 母犬的初情期 为8到11月龄 初次配种的年龄 为18月龄 当公犬和母犬 到了初配年龄后 就能配种了 一般种犬 可以利用5到7年 这只种公犬叫挖火雾 这个帅小伙今年5岁了 按照井犬专家的计算方法 相当于人类的35岁 今天是挖火雾的大喜日子 一大早 训养员就为他精心地疏离打扮了 这时 另一个训养员带着母犬 跟宝南 来到了挖火雾的门前 让他们互相熟悉一下 应该说是谈谈恋爱 交交心 很快 他们就相互喜欢 并且接受了对方 这算是一见钟情了吧 一般 昆明犬 公犬 可以常年配种 每年的交配次数 控制在100次左右 母犬发情没有明显的季节性 平均发情期为12天 中犬的一日三餐 可不能有半点马虎 早中晚三次定时定量思维 每只中犬 一天四位犬量大概400克左右 为了保证种犬的体质 每天吃完早饭一个小时后 就要到指定的训练场去跑步了 训养员把他们各自关到一个跑道内 让他们跑跑步 运动运动 每只种犬每天早上都要锻炼一个小时 哎 别的犬都在运动 怎么这只却在这里偷懒 懒洋洋的 听训养员说 这只犬叫顺利 前天刚可以的配了种 一般配种24至48小时后 母犬变得安静不爱运动了 这时就可以判断 他认身了 母犬认身以后 昆明警犬基地 就会把这些认身犬 送到农村的羊犬农户家里 这也就是昆明警犬基地 实行的社会化训养模式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户 都具备饲养昆明犬的资格 昆明犬警犬基地 对饲养农户 也是有要求的 第一 训党员应该是热爱犬 热爱这个行业 第二 这个人呢 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第三呢 就是有比较高的物性 我们开车来到离昆明市 三十公里以外的小少地区 昆明犬没有集中饲养 而是分散在不同的农户家 这是一只认身母犬 它的名字叫厨厂 认身后被送到这里 它已经认身五十天 没几天就要生产了 一般母犬的认身期为五十八到六十二天 认身期间 它的行动会变得很谨慎安稳 出场在这里时间虽然不长 但是养殖户对它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 每天都要给它刷刷毛 擦擦乳房 对它可谓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母犬在认身期 对营养和维生素的需要明显增加 每天思维三次 每次思维二百克左右的认身期犬粮 每天还要思维它们四到五粒维生素 只有让它们吃得有营养 这样生出来的犬宝宝才健康 认身后的昆宁犬饲养和管理比较特别 它们被送到农户家 认身期 分娩 子犬饲养 幼犬饲养 都会住在同一个农户家 跟随着同一个主人 直到它们长到青年犬阶段以后 才会统一转移到阿子营 接受专业的训练 为了拍摄到不同阶段的犬 我们去了不同的农户家 进行采访 这是犬妈妈纯燕和她的宝宝们 宝宝们刚出生三天 黑黑的绒毛很是可爱 虽然它们的小眼睛还没有睁开 但它们会本能地钻到妈妈的怀里 寻找乳头 美美地瞬息着妈妈鲜美的乳汁 昆明犬的哺乳期为45天 哺乳期的犬也称为子犬 犬宝宝们和妈妈生活在一起 以吃母乳为主 不需要自备其他食物 就能满足自身的营养需求 一般子犬的成活率 可以达到80%左右 昆明犬母犬一般每年生产两次 每次能够产四到八只小犬 分娩后的母犬伙食可不能差了 要想就营养搭配 尽量自为营养丰富的食物 除了每天分三次自为600克左右的哺乳期犬粮 还要给它们补充一些牛奶和鸡蛋 把生鸡蛋放到牛奶中 搅拌均匀后再让它们饮用 待遇不错吧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 昆明犬从子犬到成年犬 每个阶段都要进行训练 昆明犬基地的训犬员 在长时间训养过程中 不断摸索出训养的规律 被给它们在不同的阶段 设置了不同的课程 这是一群哺乳后期的子犬 哺乳后期也就是子犬 由30天到45天断奶的这段时间 到了哺乳后期就可以把它们带到室外 让它们认识外面的世界了 一大早 王大妈就带着自家的母犬和犬宝宝们 来到小院的后山上劳作 正好也让它们进行一些户外运动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哺乳后期子犬的训练 也就相当于人们上幼儿园的课程 这时劝妈妈担任它们的启蒙老师 他们跟着妈妈学习适应外面的环境 玩也许对它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 看看摔倒了吧 但是通过对新鲜事物的探索 不仅在玩中锻炼了体能 也提高了它们的胆量 外面的世界对于它们来说 一切都是新鲜的 一棵花花草草都能让它们玩上很长时间 当其他小宝宝在自己的领地里自由活动的时候 这三只小犬偷偷地溜出了妈妈的视线范围 去探寻属于它的陌生世界 不过小犬都不会走得太远 因为它们知道 有妈妈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 随着昆明犬逐渐长大 当它们长到45天 就要开始给它们强制断奶了 这时就进入到了幼犬阶段 它们要和妈妈分开饲养 这对于它们来说十分的不情愿 但毕竟它们已经长大了 要开始新的生活 断奶鸡幼犬完全脱离了对母乳的依赖 这时要四位它们幼犬鸡犬粮 四位量要根据幼犬的食量进行调解 一般每只幼犬 每天能吃200克的犬粮 幼犬不能喂得太饱 喂得太饱 它们会消化不良 所以每次为鸡城堡就能满足它们的近视需要 断奶后的幼犬不仅要离开母犬 开始独立生活 也标志着它们要走上紧张有序的训练里程了 可是这些窒息未脱的小家伙 它们能这么听话 能顺利的学习各种本领吗 训导员们在教养它们的时候 采取了哪一些绝招呢 为了让幼犬熟悉自己的声音 训犬员会不停地喊它们 听话的幼犬听到叫声后 会很顺利地走到主人跟前 当幼犬围绕在训犬员身边时 训犬员会边喊它们的名字 边抚摸它们的头和身体 让它们主动与训犬员建立起信任的关系 和深厚的感情 训犬员还要经常把它抱在自己的怀里 慢慢抚摸它的身体 聪明的幼犬很快就明白训犬员很喜欢它 它们也会更悠闲地享受着来自训犬员的关爱 因此与训犬员增加亲密感 闲取欲望在犬训练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并且贯穿昆明犬训练的始终 每天主人都要拿着小球陪幼犬玩上一阵子 培养它们的闲取欲望 因为犬对动的事物比较感兴趣 当它们看到小球时 会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地扑上去 拼命地撕咬 都想将自己喜欢的东西 举为己有 这时期的幼犬的体力还比较差 在训练闲取欲望时 时间最好控制在20分钟比较好 当幼犬经过75日零的训养 它们的体能和亲格力 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时训练的主要任务就是 锻炼它们的胆量和闲取欲望 训导员拿着挑杆 一边喊一边带着犬 在人群中跑来跑去 训导员说 这是在给它们做胆量训练 让它们多接触陌生人 这样见了陌生人才不会害怕 这一阶段闲取欲望训练的强度 与上一阶段相比有所提高 当它们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 总会奋不顾身拼命地争夺 昆明犬的牙齿咬合力非常强 你看 这些犬一旦咬住自己喜欢的东西 说什么也不放口 别人在玩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这只小家伙却对主人的袖子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叼住了就如获至宝 说什么也不松开 这时训导员便能打骂或者用脚踢开它们 不然会挫伤犬嫌取的积极性 犬训练时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左右 以保证犬的兴奋性和体力 犬主人每天早晚分两次喂给它们幼犬鸡犬粮 每只每天四位250克左右 早饭吃完后还要给它们打扫犬舍 让它们有个舒适的环境 为了减少病菌的滋生 犬主人每隔一个星期 用心急而灭 对犬舍四周墙壁进行消毒 防止疾病的发生 做好消毒工作 犬一般不会有大的疫情发生 如果说幼犬阶段的训练 是给警犬技能打基础 那么当幼犬成长为青年犬时 严谨的军事化训练才算是真正开始 通过更专业的训练 让青年犬成长为合格的警犬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它们的训练过程 当幼犬饲养到三个月后 就进入到青年犬阶段 它们被送到一个叫阿紫营的地方 进行军事化管理 月瑞 昆明警察基地的专业训练员 他负责阿紫营羊犬农户的专业培训 每个星期 他都会到阿紫营给这些羊犬农户 讲解训练的要领 这里的羊犬农户 也都是当地的农民 他们与其他地方农户不同的是 接受了月瑞培训的专业训练知识 能够更好地完成 对这个阶段 训练的重要任务 因为青年犬阶段的昆明犬 需要更专业的训练 每天早上 农户都要带着自己负责的犬 集合到一起 然后开始一天的训犬任务 环境训练 也就是将犬带到阿紫营的大街上 去截图一些陌生的环境 让他们有更强的适应性 我们在集市上进行的是环境适应性的培养 让犬适应车辆 适应行人 适应各种嘈杂的声音 在这一过程当中 我们让训导员 让这些羊犬户主动地去抚摸犬 给犬一种安慰 让犬能够尽快地 适应各种嘈杂的环境 玥瑞正在给羊犬农户 讲解关于犬贤取欲望的培养 要拿挑杆引诱犬 调动他的积极性 当昆明犬贤主小丑以后 要适当用手拍拍他的背部 给他鼓励 当训练完后 训导员把自己的犬 关到犬舍里 给他们饮用适量的水 顺便给他们刷刷毛 让他们感觉舒服 让他休息一会儿 就可以给他喂食了 每天上午下午 各四位一次 要选取适合他们的 青年犬犬粮 每天四位三百克 在昆明犬六个月以后 就会被送到昆明警犬基地 这时他们会由专业的 训导员来进行训练 训导员要根据昆明犬 各自的性格特点 来分专业 这也就决定了 他们以后的就业方向 一只警用犬 能独立完成任务 大概需要一年的训练 操场上 训导员正在训练昆明犬的 扑咬能力 昆明犬虎视眈眈的盯着 袭击目标 当训导员发出口令后 昆明犬发动攻击 一口咬住助训员的胳膊 将被袭击者制服 黑背品系FIRST 爆发力和攻击力很强 它被主要用于做击股犬进行训练 在训练中 搜掩体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科目 罪犯藏匿在掩体的后面 当训导员发出搜索命令后 FIRST像一只离弦的剑一样冲了出去 并在掩体后面发现了目标 但是它并没有立即擒捧目标 而是不停地发出废叫声 提醒训导员 自己找到并且控制目标 FIRST的服从性非常好 罪犯不逃跑 他绝对不会主动攻击他 在压界罪犯过程中 如果罪犯出现二次逃逸 这时昆明犬会毫不留情地 打他擒祸 疑似的母昆明犬明命 心情温和 因此被安排做击毒犬 为了训练搜毒这项本领 他每天都要绣纹 并且熟悉几种不同气味的毒品 这是昆明犬搜毒训练室 在训练前 训导员将一小包海洛因 藏到其中一个小格子中 每个小格子前端 放着昆明犬最喜欢的小球 明明面临的一边是搜毒任务 一边是诱惑力极强的小球 训导员说 这就是训练昆明犬 在诱惑面前 仍然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 当犬搜到毒品后 藏有毒品的小格子中的小球 就会自动弹出 在训练中 自制力不强的犬 也会一不留神 忘了自己要干什么了 但是 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 他们也会变得对诱惑视而不见 顺利完成任务 这样 他们也会得到相应的鼓励 为了检验明明的搜毒本领 训导员将一小包海洛因 藏在行李内 放在传送带上 这是模拟机场警犬安店的情形 藏有毒品的行李箱 就在传送带上 训导员指引明明 跳上传送带 明明就很快地进入工作的状态 对传送带上的行李 来回就文 狗的嗅觉十分灵敏 一般人类的嗅觉细胞 只有五百万个 而狗能达到两亿两千万个 很快 明明就适宜训导员 好 发现屏幕 结果在皮箱的侧兜里 找到了毒品 明明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君老王会拿出他最喜欢的小球给他玩耍 作为这次成功完成任务的奖赏 在追踪训练时 助训员将自己身上的一个物体丢在起点 作为嗅源 然后进行布线 布线也就是训导员的行走路线 训导员丢下随身携带的打火机 作为布线的终点 在追踪过程中 警犬会根据嗅源的气味 沿着训导员的行走留下的气味 进行追踪 但是在破案中 罪犯的逃跑路线会很复杂 这就要求昆明犬能适应不同的环境 昆明犬能顺利地完成追踪任务 需要训导员和犬反复地训练 昆明犬学业有成以后 才能顺利地进入海关公安局或企业 正式上岗 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五到七年 所以他们会努力地练就一番本领来 昆明犬基地的老师们 每个星期都要带犬到基地外 进行实战演技 繁华的街道上 训犬员和昆明犬投入地进行训练 在这里 多了昆明犬这些特殊战士的身影 为社会增加了一份安逸 人来人往的人群与昆明犬 做成了这座城市美丽和谐的篇章 一条优秀警犬的成功培养 不仅需要科学的繁殖饲养 更需要科学的训绕方法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够更好的在维护社会治安 侦破大案要案和救灾抢险中 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为社会百姓服务 好了 本期龙广电力就是这些内容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